哈囉大家好我是達爾 今天來講一些團隊遠征的行前準備 這次的重點就是 要注重團隊合作 這次的final boss 擔當會由我們的古王 還有亞爾貝德 來出戰 其中如果你用戰士遊俠 去打亞爾貝德 造成的傷害會比較低 如果用法師輔助去打古王 造成的傷害也會比較低 這兩隻boss又分別有兩個不同的血條 如果你只打死其中一隻的話 另一隻會進入狂暴狀態 狂暴狀態的手影會打比較高的傷害 而且他的技能屬性也會變得比較強一點 所以這一次團隊遠征 真的就比較考驗團隊合作 一方面是 這個團隊遠征的玩家 一半的人最好用戰士遊俠 另一半的人最好用法師輔助 才可以對兩個王分別造成傷害 另一個要考量的點就是 最好讓兩個王 下降的血量比較同步一點 可以同時打死兩隻王 所以我到這邊來 稍微看一下各個種族 我們分別要上些什麼角色好了 首先是坦克 為什麼坦克不能拿來當作主力輸出呢 主要原因也是因為 坦克的15隻角色裡面 就只有一隻戴蒙 真的能夠拿來打輸出的 所以極不推薦 去用坦克做主力 再來是普遍玩家比較常用到的 遊俠還有戰士 這兩個種族都非常適合拿來開局 其中 戰士 非常適合拿來打boss 尤其是前幾次團隊遠征裡面 三家具的科學怪人可以說是大放異彩 其他像是蜥蜴 帕帕熊也都非常適合拿來打boss 而在推陳方面 普遍玩家都會覺得遊俠比較好用一點點 主要原因也是因為 遊俠 有 最多的角色 其中也不法可以作為主力輸出的角色 像是光弓 埃龍 天使 都可以作為很不錯的遊俠主力輸出角 就算拿來打boss 也有好用的像是 是匈女 可拉可拉之類的角色 但很遺憾 這一次的團隊遠征 如果所有玩家都只上 遊俠跟戰士角色的話 很有可能會在最後發生卡關的問題 所以我們要接著來講 法師 還有輔助 先看到輔助好了 輔助是所有職業裡面 角色最少的一個職業 總共就只有9隻角色 其中也完全沒有可以拿來作為主力輸出的角色 真的要打傷害的話 最多就火鳥 還有女僕吧 所以 不要奢望用輔助 拿來做主力輸出 另一隊的主力一定是法師 法師方面 總共有15隻角色 這15隻角色裡面 很多都是拿來打輸出用的角色 就推城推村而言 能夠打 AOE的角色 都是比較好用的角色 像是光法 九尾 女妖 或者兵魔 還有恩茲 都不錯 打王方面也有像是薩特納 三眼 之類的好用角色 法師的問題就是 他們 基本上是沒有前排角色的 所以 一定要搭上其他組的角色 這邊就推薦戰士的一些不會死掉的角色 像是獅子 跟 古王 輔助 則是推薦 火鳥 因為這三隻角色比較不容易死 所以你如果打過這個城的話 通常 你也可以保有一點體力 但是雖然前中期可以靠這三隻角色來偷吃步 不過到後面一點點一定是要點到 兩個以上的職業的 假如說你另一個職業想點少一點 然後又坦得住的話 那是推薦你可以點點看戰士 不過假如說你想比較深入的點到另一個職業的話 可以考慮 輔助 輔助的一些角色雖然沒有 沒有坦克坦 但是他們很多都可以頂在前排的 像是羅萬 女僕 蝴蝶 埃茲 雙子 火鳥 都是可以頂在前排的角色 只要 前排能夠活下來 法師在後排就可以提供暴力的輸出 不管如何 希望 大家都能夠從 納薩利克坟墓裡面活著出來 活著出來才可以帶走這些寶藏 好啦我是達爾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